妳是投資外套 對 我的是毛衣 我的是外套 不是毛衣 大衣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個子比較小 然後骨架也比較小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買的外套 都還滿接近over size 從以前到現在 然後這一件 其實我覺得很划算 是因為我之前會去天母擺地攤 然後這個其實是 我在天母試機賣的 好 等一下 我必須講 因為這個cutting是給人家穿起來 是fit 很多人就是會覺得說 OK 現在流行over 然後什麼都把它買over 其實是錯誤的觀念對不對 因為它的剪裁 它的肩膀應該要挺的 要是挺的 要是緊的 它不是要穿 妳穿起來妳有點像穿 買大號了 不是真的over size的衣服嗎 或者是妳穿到一路的衣服 但是因為我其實 因為我的尺寸真的很難買 外面是買S號 或者是就是 所以妳就不要買這種大衣 妳就不要選 如果你買不到就不要選 妳寧可穿那種over size的羽絨衣 或者真的over size的大衣 我們選這種 它已經檢查核生了 就是本來是要穿核生的 然後妳又穿起來不核生 然後它的肩膀應該挺的 然後那個 因為那個剪接 如果它要做這種剪接的話 應該就是要很挺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年很好 就是over size 我以為它很流行 沒有 可能 妳可以給妳好朋友一番穿 真的嗎 然後可能就會剛剛好 有沒有樣可以交換 妳用外套換它裡面的那件 真的 哪一個 然後另外我覺得還有就是 我等一下這一件 我覺得非常可愛 因為它穿起來很像花包的感覺 花的感覺 是 感覺它不分尺寸 哪裡 我自己覺得 這裡看 哪裡有花 哪裡有花 我覺得它有點這樣拋拋 有點像花花的感覺 滿感到的感覺 就剪柔 對 就覺得我覺得這件衣服的那剪 那外套的剪裁 就是我覺得它滿好的 我很喜歡 然後因為這個是比較貴氣的 妳看 這邊 袖口妳看 這邊就是用毛毛的 我就覺得它有不一樣的剪裁 然後我覺得這件穿起來 就很貴氣 比較有氣勢 對 不過真的各小的人要挑戰大衣 對 會比較難 來 這裡 穿穿看這個好了 牛角扣的 這個就可以比較over一點 可是袖子也是太大 對 老師 很多都是都要去改 沒有 反正像萌袖 沒有 其實 因為其實像這個 因為我是拿S 它還有XX 他應該要買XXX 他就要買XX 對 這個布料用的比較像 像我們大支的對不對 就好麻算 麻算一樣錢 但是他喜歡穿性感的 像你知道日本辣妹 他們很性感 外面就會穿這種學院風的外套 對 就是性感 真的嗎 對 就是裡面是那種性感的洋裝 然後外面卻是 就是反差很大 就走這種牛角扣 要去聯誼的時候就脫下來 對 類似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反差的感覺 我覺得也滿適合他 而且他剛好也是可以遮住 他的大概在大腿 他可能也沒有 不適合太長的一個外套 其實我覺得他比較適合的是 我不能穿到這兒嗎 對 這件可以喔 這件好像很像 OK喔 可愛 這一件 它就是 好可愛 比較 對 就是它是羽絨 但是它就是肩膀是做有一點 我覺得你要買這一件 有一點那個 對 有一點那種 那種船型花瓣的 這可憐 對 它比較像花 然後它就是用這種大扣子 還有斜的拉鍊去塑造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線條感 然後它整個穿起來 就有一點小A線這樣子的感覺 結束了 還有 還有 其實我還有幫他借了一些 MA1的 對 我覺得他 因為他可以穿這種有一點個性 這個你就可以穿 穿超級尺寸 對 配個牛仔褲什麼的 對 然後這個的特點就是 這裡有一點這種女孩風 雖然是男生款 但是它也有一些細節 像現在韓系的女生 他們就很喜歡穿這樣子的 MA1 那我覺得就蠻適合小CALL的 不是每件大衣都 OVERSIZE就是流行 還是要看管事跟剪裁的挑選尺寸 這樣才不會變成時尚悲劇喔